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 报税第一天 大批民众涌进国税局等着报税 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表示 除了国税局有报税服务之外 特别呼吁民众多加利用网络报税 尤其是手机报税相当便利 只要各位说拿起我们的手机 然后搜寻报税的字眼 然后进入我们那个手机版的报税画面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有三个认证的方式 那有行动电话认证 以及利用查询码加户号的部分 进来我们的手机申报系统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去编修抚养亲属资料 也可以针对所得资料去做所得编修 那完成上传了以后 如果是退税的话 选择只有直播退税 那缴税的部分的话 可以用电子支付存款账户 直接扣款 以及行动支付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缴税是很多元的 那完成上传以后 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PDF档 也就是你整个申报画面 上面也会告诉你 你的申报已经完成了 有两样编号 所以也有附件上传 今年在网络申报 有竞争了一个附件上传 在我们的手机报税 一样有附件上传的画面 所以在附件上传的部分 把你的资料上传 在10M里面利用照相清晰 然后利用我们的JPG档 或是PNG档 把我们的资料完成上传 在5月31号之前 那就完成我们的整个申报动作 不需要再跑国税局 节省各位等待的时间 那今年因为疫情已经趋缓 也解禁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结算申报 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是5月1号到5月31号 另外透过网络手机报税 还可以参加财政部的 在家一报税 好礼大放送抽奖活动 投奖奖金20万元 财政部提出了一个 在家一报税 好礼大放送的活动 也就是说在家里面 自己做网络申报 或是利用税额试算 去做线上登录缴税 或是线上登录回复的话 这部分我们投奖至20万的奖金 所以奖品丰富 那手机报税也另外有加码奖 还有一挖退税也有另外加码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 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也强调 今年因为疫情趋缓 报税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为止 提醒民众多加注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